让给它吃 像这一片都是让这些小虫子们来吃的 专门给它们来准备的 就像它们的餐厅一样 这边的梨树就不长了 这边的梨树挂果很少 就算挂了几个果 也是像那些蜜蜂 蜂蜴 很多的昆虫 全部吃光 就这棵树就一颗粒都没有 它小小的时候就被昆虫 全部吃光了 我们把这一片让它来吃 我们跟它商量 跟它沟通 我们从内心发出自己的一种真诚 希望所有的虫子 你们到这边来吃 像提豆虫 你们到来这边来吃我们的树叶 那么其他的不要吃 但是这一片可它 我认为这样也是核心 绝对不可能 只是我们自己吃 没有它们吃的是吧 是的 共荣共存 我们同住一个空间 同时生活在一块土地 我们也希望很多昆虫 跟我们一起生活 共荣共存 就是有人吃的就有它吃的 是啊 有人吃的就有它吃的 真有虫子 看到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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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的虫子 哇 他能明白人的意思 是啊 他能明白人的意思 有那么多的虫子 虫子真听话 这是我们种植的黄豆 同一个时间种的 那么我们让它们来吃的 它们吃的非常多 很多有虫子 有虫野 对 那么长势也不是那么的太好 那么另外一块 我们不允许它吃 希望让它留给我们的 那个长势非常好 长得很陌生 在前面吗 是在前面 好 真是说起来很神奇 相距三米远 这些黄豆啊 就长得是这个样子 这么茂盛 现在不需要打农药 它们很听话 它们很知道 对人很容易沟通 很好商量 它们去大量的吃了一片 剩意的让给我们 这就是和谐 很好沟通吗 是很好沟通的 我们跟虫子很好沟通 现在效果怎么样 效果很好 都丰收 都丰收 那要是过去 没商量的时候怎么样 哎呀 一片灰乱 到处都有昆虫在吃 可能每棵树 它们都会来 惊害我们的树叶 我们的果子 我们的素材 材料很低啊 材料很低 现在呢 很大面积没昆虫吃 只有那二十多米 让它们去吃 我们就和谐了 大家就和平共处了 我们最初呢 有十二个技术人员 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理论 他们认为 我们这种方法不客气 不用化肥 古树这么能长得好 蔬菜这么能长得好 不打农药 古树这么 像这样放浪下去 这么得了 很多树就要被吃光的 活不下来了 活不下来了 那么通过这样的实验 四十这米 人丁动物可以商量 可以核心共处 不用化肥 会不会影响产量呢 相对会有一点点影响 但是影响不到 它把这二十亩吃掉 不吃很多的地方 产量一样的增高 外面打农药 是化肥的水果 一公斤 甚至两公斤 不会有我们一个的水果的能量 任何的物质 它都是一个能量 信息的作成 水果也是一样的 蔬菜也是一样的 这样中呢 我们保护了我们的土地 维系了我们的环境 而且它是自然的 它是属于自然的 对 那个东西 用化肥 虽然产量高 但是代价太大了 是啊是啊 你眼下种点钱 你以后的土地没法用 是是是 那你们这里边又养草 然后还有种其他的这些蔬菜 都不影响 都不影响 生物它是多样性的 包括其他的动物类 食物类 它是多样性的 这样呢 它才会真正的和谐 和谐共融啊 不是这个只有一种 是的 像这样的鲤 在市场上能卖到多少钱 像这样的鲤 在浙江有一个小农场 做了这样的事业 在超市卖到50块一公斤 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最低10块钱一公斤 哪怕有些已经到了后面 很多人都抢个购买 大家还是喜欢吃这种 非常喜欢这样的 它很喜欢 健康 至少是健康 它健康 一个水果 它跟 它说是提醒 它用能量 也就是说 一个水果 它回到了 它过去的 本有的特征 它的特点 那么这样 它的能量是极足的 如果使用大量 使用化肥 农药 它不会有芳香 也不会有酸甜 的这种可口的感受 那么使去了 它自由的能量 这样的种植方式 所有种出来的水果 蔬菜 让它回到 恢复到它所有的本性 本能 味道非常的好 是 它的 非常小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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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人 皆虚爱 天同富 地同在 学好弟子贵 做好中国人 早在十年前 五百一零四岁的小女孩突然出现了第二性症 家长说孩子下先出血两三天了 医生诊断后发现小女孩是被自家的草莓追守的 小女孩的父母是草莓种植专业户 多了多赚钱就给草莓盆洒了一种催熟剂 小女孩大量食用这种草莓后性早熟了 去年既然多名儿童就大量食用反地鲜水果导致性早熟 三岁岁的男孩子长脯子 长叶毛 几岁的女孩子就出现了性可症 类似的事情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发生 因杨中去年一年就出现了一千多名性早熟儿童 而这些都跟催熟剂等化学品有关系 为了卖个好价钱 一些批发商就在青香蕉上喷洒催熟剂 记者买了一些青香蕉 按比例勾兑好以西利后喷洒到香蕉上包盐 看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大家看看我手里这个就是早上我们记者八点来钟做实验的那香蕉 到现在这这这已经都熟了 大家都知道咱在北方那不产香蕉都是从南方长途贩运过来的 如果说真正使用比较过硬的这种保鲜技术或设备的话 那无疑这运费成本是大大增加 所以说那大部分商贩都会使用这种催熟剂 这香蕉八九个小时就变成黄的了 那孩子吃了能受得了吗 所以说呀这什么催熟剂呀增大剂呀 这些东西真是害人 最后有一个让我们很震惊的就是 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瓜里面怎么也有激素了呢 平常是不是我们吃到的很多的东西也都还有类似的东西呢 确实是 告诉大家现在呀 除了这个种瓜的农户在使用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激素 让这个瓜呀口感很甜 吃起来很舒服以外 另外还有类似于像什么 辣椒蓬大素 土豆蓬大素 萝卜蓬大素 茄子蓬大素等等 各种各样的激素 前两天大家可能也通过媒体都知道了 我们现在正在清茶食品当中的添加剂 包括很多的东西都必须要明示 要公示 那现在我们看一看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些农户产品 西瓜 土豆 胡萝卜 有什么时候您知道它是不是使用了 什么样的时间使用的 使用了多少剂量呢 所以从这一点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触目惊心 心里想我们现在吃东西还能够吃到自然成长的吗 还能够吃到让我们完全放心的吗 今天的人们最关心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样才能吃上安全的粮食 蔬菜和水果 2009年 在几座大城市的超市和农贸市场 对蔬菜和水果进行检测 结果是这样的 一种蔬菜就会残留很多种不同的农药 比如苦瓜上残留着六种不同的农药 菠菜上残留着六种不同的农药 扁豆上有八种不同的农药 黄瓜上有四种 荷兰豆上有六种 白菜上有四种 姜豆上含有十一种 还有水果 比如砂糖菊含有九种 小西红柿含有六种 根据检测报告显示 45份样品中竟然检测出50种农药成分 这使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 就着蔬菜和水果 就把这些很难清洗的农药吃下去了 农药是有毒的化学品 对于生物的杀伤力很大 在这次检测中还查出有五种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高毒的农药 其中有两种已经被国家禁止使用 这些残留的农药中可以致癌的有21种 影响内分泌系统的有15种 影响神经系统的有6种 资料显示 全世界各个国家使用农药量逐年增加 在高速度高产量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运行中 种粮食的人 种蔬菜的人 种水果的人 和吃粮食的人 吃蔬菜的人 吃水果的人 双方一点办法都没有 二三十年过去了 长期使用残留的农药 这种毒素在人体内堆积久了 量变到质变 各种奇奇怪怪 意想不到的疾病就会普遍爆发 像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和癌症 几乎成了常见病 五岁的小豪从表面看 跟一般孩子没有什么不同 经过医生的诊断 表面只是尿床的小字豪 其实是得了糖尿病 对于家庭和这个孩子 本人来说 我觉得都是一场灾难 因为这个孩子就意味着 一辈子要天天缺手直透 查血糖 如果说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 时间长了 就是会引起微血管的损害 比如说眼睛会瞎掉 肾脏会坏掉 现在小字豪已经开始控制饮食 除此之外 他每天都要查八次血糖 打三次胰岛素 以前四十多斤的孩子 现在就只有三十斤了 而且这两件事情 他以后生活的每一天都必须要做 在全世界 一边是高速运转的农业市场 几乎不用农药化肥就无法运转 而另一边是每天要吃要喝的几十亿消费人口 仿佛不吃这些 大家也确实找不到其他可吃的 这就是人类利用科技发明了化肥和农药 在短短几十年里 就把人类带到了困境的现实情况 不吃它不行 吃它也不行 这样进退两难 天天受罪的日子 真是人类自己一步一步走到这里来的 今天全世界的人们物质生活极大丰富 烦恼也极大的增多了 人们面对如此之多的食物 一定要好好反省一下 这些食物都是从哪里来的 实话说 都不是大自然给的 全是用化肥和农药催出来的 用化学防腐剂储藏起来的 把它的颜色保持好 而且让你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它 我们曾经报道 部分还没有成熟的新果 是经过一道特殊的工艺 提早催熟而来的 在干州市一家名叫万新骑成的仓库 加工厂的王老板向暗访的记者 介绍起了他的骑成退率催熟技术 走进加工厂 一些工人正在对已经催熟好的 其成进行清洗风干打蜡装箱 这些催熟以后 表皮黄灿灿的橙子堆放在一起 正等待着起运 目测下来估计不少于八万斤 而在加工厂的另一侧 大量没有完全熟吐的清果 正等待退率处理 老板说 等清果浸泡药水以后 就可以入库横温保存 等待早熟 这位谈反将记者领到后面的一个小屋里 记者见到几个人 正在把香蕉从仓库上拿出来 挂在架子上 并且往上喷洒药水 这位谈反告诉记者 喷洒这些药水主要是为了催熟 没有喷药的香蕉 要两周才能完全成熟 而喷过药的香蕉却只要两天 记者担心往香蕉上喷洒药水是否安全 这位谈反立刻为这种催熟行为做出便捷 不仅香蕉是经过喷药催熟的 好多市面上的水果都是喷过药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肉 你不是喜欢吃肉吗 现在是要多少有多少 一天三顿饭 顿顿有肉吃 科学家们说 人类社会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进步和繁荣了 古代的人们怎么能过上这样富裕的生活呢 但是人们可曾想过 这么多的猪肉 鸡肉 鸭肉 鱼肉 都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也是用科技的手段造出来的 换句话说 都不是自然而然长成的 世界粮农组织的数据表明 2010年 全世界肉类的产量是2.73亿吨 这2.73亿吨的肉 人们只用了一年就把它吃掉了 全世界人口按68亿计算 减去贫困人口13亿 也就是说55亿人 平均每个人一年要吃掉整整100斤的肉 全世界如此丰盛的鸡鸭鱼肉的供应 天天吃肉 顿顿吃肉 这样富足的生活 是必须要依赖催化剂制造出来的畸形的享受 这种完全不正常的生活 它的代价十分惨痛 人类历史几千年来 生活中所遵循的无不是伦理道德 直到一百多年前 全世界的人们价值观还是正确的 打个比方 一个人一年下来 所吃的肉量不会超过十斤 也就是说 一个月吃的肉还不到一斤 但这绝不是古人们生活水平低下的表现 而是他们依照自然规律去生活的结果 人们要明白 鸡鸭鱼肉有自己的生长周期 所以它的产量一定是有限的 一年下来能供人们吃的并不多 再加上古人懂得饮食规律 心里的欲望又非常淡薄 人心清净知足常乐 所以一年到头能吃到十斤的肉足够足够了 也就是说 人们的消费和自然的供应是保持平衡的 是没有破坏和谐的 这样的生活让人类社会 在地球上安居了至少一万多年以上 说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 中国的古人为什么要遵守伦理道德 原因很简单 如果不遵守的话 和谐就没有了 平衡就破坏了 结果必然是死路一条 U9的中华文明不是没有高科技 但历朝历代都要限制它 截止它 一定要让高科技在伦理道德的范围内运行和发展 一旦超出这个范围 就马上把它废弃掉 冷静的观察就会发现 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和历代先祖都非常明白 万物和谐永远是第一位的 任何事物都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 恰如其分 这正是万古不变的中庸之道